政府頒布錄影中台的管理要點已經一年了 不過舊的錄影中台 合法化的進度 三十萬 以廟歷管來說是一間都沒有 也就是說 將對於反正的建築物的管道 還有固定設施的面積 這兩項規定是很困難 所以望說中央可以來幫人發揮 大片的草薄 還有很少的風景 廟歷泰安是很多要錄影的人的疏散 不過政府頒布錄影中 有關於柚點 高麗藥者歷管集體合法 但是苗里關於有274項六項項 現在都沒有合法化 兩項通過現在都是新案 在地藥者認為 柚點規定建築的管道 不可以超過三公斤 是一大中階 慣習的這些遊客 其實也蠻擔心的啦 可能就通風跟阿伯甘 原有六項項建築 大多數都超過三公斤 他以鄉公署主備擔心達建議 可以放零到4.5公斤 只要減負頭部結構基礎的安全認證就可以 另外固定設施必須要照顧 基地面積的百分之十 而且不能超過六百六十平方公斤 他是因為不應該包括六項区來外的道路 就可以提供誘因 其中大概有十場是本來就既有 已經在經營的這個露營廠 管府共町已經辦理六項的申請 目前已經有四十五項申請當中 其中十項是九月六項区 會集結合來合作辦理 對全關六項区合法六關課題 太陽香港所感入者是表示 希望中央可以聽到地方的聲音 進一部放冷規定 讓政體產業正常發展 記者苗栗佈渡